想吃什么让妈妈给你做啊 回来了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帮你们带孩子 大孙子 想奶奶了吗 妈 您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我就是想你们了 来看看我大孙子 进来吧 大孙子 奶奶送你上学吧 不用 这 我看你腰疼 你先歇会儿吧 不用 我来吧 你看他对我什么态度呀 行了妈 你什么时候跟你妈说呀 你看他年纪也大了 要不 你多担待点 我不管 反正这个家有他没我 你什么意思呀 这是我儿子家 我想住就住 你和外人挑拨什么呀 谁是外人 这是我家 你怎么说话呢 儿子 你管管你媳妇 她一点都不孝顺 行了妈 我怎么管呀 她为什么这样 难道您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 妈 李方这刚生完孩子 您多照顾点 行 你放心就工作吧 有我呢 我走了 嗯 到点了 快去做饭吧 妈 我现在伤口还疼呢 不就是个抛肤产吗 真矫情 我生了孩子三天就下地干活了 那要不 我给你先点个外卖吧 点外卖多贵呀 我儿子辛苦在外面赚钱 你花钱倒是大方 真不会过日子 那好吧 我去做饭 卖藏我在深夜的坠入 无尽的苍穹 满天的星座 你的光亮 你闪了过 只想要记住 这永恒的瞬间 像流星的坠落 灿烂躲去了轮廓 这沙纳过后 世界只是 唯一的沙漏 妈 小宝黄带更厉害了 咱们去医院吧 哎 八万 哼 妈 我一个人弄不了 都当妈的人了 你想想办法啊 哎 糊了糊了 妈 喂 喂 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还计较什么呀 礼方那不是计较 是您真的含了 她的心 坐月子 是一个女人最脆弱的时候 可那时候的您 是给孩子换过一块尿布 洗过一次澡 还是给李方做过一碗饭 那我现在不是也来帮您了吗 我看李方总是腰疼 也想搭把手 那您知道她腰疼 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吗 还有啊 您是真的来帮我们吗 我知道 您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是给我弟凑首付了吧 您来找我们 不就是想让我们给你养老吗 那不管怎么说 你们给我养老 也是应该的 妈 您生我养我 我给你养老没问题 可李方跟您没有血缘关系啊 人心都是肉场的 没有婆婆的帮扶之意 哪来而喜的孝顺之理啊 你不该为我分心那么多 我却不懂这些让你更难过 看个错够多 后续后续的我 学不 哎老婆 你怎么把咱妈接过来了 老家太热了 所以呀 我就把妈接过来了 以后咱妈就跟咱一起住了 妈 我去给你收拾房间 李方 我有事跟你说 小方 你去吧 我自己收拾就行 老公 什么事呀 我刚听说咱妈有大笔存款 你就把咱妈接过来了 你动作挺快呀老婆 这关键时刻 还得看你 不过 你打算怎么把咱妈的钱捞过来呀 你说什么呢 什么存款 我是看妈辛苦 把你们兄弟几个拉扯大不容易 现在老了 在老家孤苦伶仃的美人馆 于心不忍 我才把妈接过来住的 我警告你啊 你可别打妈存款了 真是 不惦记妈的存款 那你把妈接过来 上轻浮呀 这个不行 你给我等着 妈 我知道您手里有存款 当着您儿媳妇的面不好说 也不能说 这样 你跟我说一下 到底有多少存款 我不惦记您的钱 什么存款呀 妈没有 有的话就给你了 妈 您这不是不相信你儿子我吗 儿子啊 妈真没骗你 真没有 真没有 那行吧 唱得真好 是吧妈 妈 你怎么能在这看件事呢 怎么这么能偷懒 赶紧做饭去啊 偷什么懒 做什么饭 我把妈接过来是来享清福的 不是来伺候你的 那做个饭怎么了 哦 没事没事 我这就去做饭 正好呀 你们好长时间没吃过我做的饭了 哎妈 儿子快尝尝妈做的菜好不好吃 妈 您做的菜啊 跟小时候一样 一样难吃 不吃了 我开的每一颗 哎 妈 妈 你怎么跟妈说话的 回来再给你算账 都藏着爱的 符号 行了妈 这都演完了 别看了 赶紧做饭去吧 我都饿了 咱妈是农村人 就会做一些农村家常菜 你见多识广 你炒两个菜 让我们看看眼呗 李芳 你别得寸进尺 那把咱妈接到城里来 是让她干活 洗衣服做饭的 你这也不让干 那也不让干 她来度假呀 不行啊 明天就把咱妈 送回老家去 怎么 妈不干活 就不配在家里 担着了吗 这可是生你养你 把你拉扯大的妈 不是你过来的保姆 少阳 你记住了 你可是踩着 他们操劳的肩膀 花着他们用汗水 用泪水拼搏出来的钱 你才有机会 见识他们 从未见识过的 城市繁华 树高万丈 不忘根 人若辉煌 不忘本 你不过就是 在城市里担了几天 还真把自己 当成是人上人了 今天晚上 我跟妈出去吃 至于你 以后想吃饭的话 就自个儿做 不想吃的话呀 就饿着 妈 咱们走 前路漫漫漫雨纷纷 谁才痴迟疼疼 人情心头前半痕 不作复兴人 若爱的月城 旧仙的月城 来妈进来吧 哎妈来了 呦 妞妞的长这么大了 来让奶奶抱抱 不我不认识你 妈 一会我把妞妞的房间收拾出来 让您住 不 那是我的房间 妈 没事 您先坐 我就给您倒杯水 妈这次来 打算住多久呀 妈这次来 就不打算走了 要和你一起照顾妞妞 哦 大哥离婚了 没人照顾她了 她想起我来了 当初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怎么不来呀 这事我不同意 哎 我帮你们准备早饭吧 不用妈 一会我们路上吃 那 我在家帮你们照顾妞妞 不用了 妞妞上补习班 没时间玩 哦 那 那中午你们想吃什么 妈给你们做 不用了 我们中午在公司点外卖就行 你想吃什么 自己做就可以了 老公 我先下去了 儿子 我看 我还是回老家吧 我在这也没什么作用 只会让小方不高兴 妈 当初是您说要来的 可现在这是又闹哪一出啊 我原本是想来照顾妞妞的 好帮李方 分担一些带孩子的压力 结果 这孩子不知道被谁叫说的 连自己亲奶奶都不认了 妈 孩子为什么不跟你亲了 你自己来到不知道原因吗 当初我生妞妞的时候 我多次请您来帮忙 您都给拒绝了 后来我自己辞去了工作 担负起了家里的重贷 我知道 你不就是嫌弃妞妞是个女孩吗 大嫂那么嫌弃你 不就是因为她生了个男孩吗 你才屁叮屁叮的去跟她带孩子 后来大嫂 带着孩子走了 你才想起我来了 那我现在不还是来了吗 是 您是来了 但孩子已经长大了 已经不需要您了 孩子的童年 少了您的陪伴 对您陌生 那也就不奇怪了吧 不管是爸爸妈妈 还是爷爷奶奶 在孩子最需要陪伴的时候 一再错过 就不再被需要了 还有 这个世上有三种东西最多余 您知道是什么吗 夏天的棉袄 冬天的菩萨 还有 石兰的关系 我却不敢诉说 你说是有多心爱上我 我没想抱着学 请当中交错 随时提醒我 回忆节课 太痛了 过来 嗯